我难开啊 感觉比那个重庆还难开啊 好抖的这种坡鞋一拐就拐上来 而且是个急转啊 这里全是给马吃的草 我这乡包佬哈 第一次看专业马场 你说我走过去他会踢我吗 应该不会吧 哈哈哈哈 哇这马真的是很帅气 好多小姑娘 全是小姑娘 你看法国人家从小那么小的小孩子 就来培养骑马马术啊 这是个小小的嘛 那种长毛马 嗯很帅的这批马 这里也是两个小美女 从这里面走过去 我发现来这里骑马的好像女孩子多 而且都是那种身材很好的女孩子 全是那种大长腿啊 全是女孩子 啊我知道为什么女孩子都漂亮 身材好了 因为胖子不行啊 胖子一上去马都给他压翻了 所以一般玩骑马的女孩子啊 一定是身材比较好 苗条那种 不可能有胖子骑马的 对的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骑马这项运动啊 哈哈就已经筛选过一次了 只能是身材好的 三哥跑去哪里啊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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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一个胖子在骑马 哎呦 你看那个马都走不动了 看见了 哈哈哈哈 那是全场唯一一个胖子 一般骑马的那个女孩子都长得蛮漂亮 都蛮漂亮 身材好 Move 好笨啊 我弄好了 我票子都弄好了 那就帮他买票了 就就就签着马 赚赚啊 看看就够本了 你还给他买票 哎 这种贵吗 这种拉着马跑一圈 多少钱 半个小时 多少钱 十二块钱 这还让你破费了 哈哈哈 还怎么赚赚玩意 she pay for Alice to play the horse 啊 to work yeah well Alice come Alice come ride the horse like like this fad take the horse go around here sure they pay 哈哈哈 you can shoot picture later 哈哈哈 for Alice 就是我们随便拉一批就走吗 还是要跟他们讲 等我跟他们会给匹马 哦 那不着急 那就慢一点吧 不着急 你看他们进去了 啊那先看你女儿嘛 爱丽丝不着急的 哈哈哈 其实不让她骑 没事的 没事 站着 她反正又没生活在这里啊 我还有钱给她去骑啊 哈哈哈 瑞士更贵 哈哈哈 是吗 那是那边朝床 马上去别人 就看你女儿骑 她妈妈骑着呀 她在那边都朝着 没事 等她妈妈过来吧 她妈都不知道哪去了 好乖啊 这匹马 小小的 把那个帽子忘开了 你喜欢骑马吗 喜欢啊 哎呦 这个小姑娘自己爬上去啊 上吗 不敢啊 不是的 不是 你不用上这个马吗 不是 是他们上 他们上你不上啊 不是 哈哈哈 那是什么呀 是他们帮我弄上去 哦 他们帮你弄上去啊 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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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也太高了 哦 就要骑马绕一圈 然后 30分钟 我得多多 Ali 她很开心 她很开心 这儿子 很开心 链在车鱼上去 链在长迦的时候 链在长迷,然后转成大的留置 了 我说 约10年约 如果有一位女儿 非常艳严,也可能 MATT 是的 当然 危险 对 不可能 自身上 对 and how to interact with the earth so it's very different because I'm coming from Asia for little girls I guess the parents were very worried if the little girl fall down or something so that's totally different the culture oh where is she? 好我看一下 OK OK 你看她的脸 她是害怕 这里感觉英语可以通用的 随便得一个人随便可以聊的 哇 那个大马在叫了 小跑 一溜小跑 一个一个来 哎呦 这样不是很慢吗 对啊 你看别人的父母都不管 因为我训了你哪一次我说你太宠他了 你看现在故意不管艾莉莎 让他摔 你看人家的父母都在旁边一边 根本没过来 好 这里可以哦 这里艾莉莎还是很勇敢哦 艾莎莎有一点挺好 很倔强 好 过去了 就是不敢走坑 因为只是守着艾莎 就会艾莎莎出城市 是可以翻更斗的你知道吗 不可以 我翻不了 还翻不了啊 在这个圆圈圈里面啊 在这个圆圈圈里面啊 不要跳过圆圈 这两个小丫头玩到一起了 现在 这个头就是比较爽 辣椒呀 搞到这么艺术这里 崩泉 哦 这里可以喝一口吧 应该 哇 好冷啊 这个水像冰水一样 这是不冷喝的 下鞋子 没事我尝一下 毒不死我 哎呦 这个闭锁的头像是空心的 可以抓进去我啊 是不是可以从眼睛这里钻出来 还真是 还有一个洞 哈喽 看 钻两个头彩 两个老的 还有鼻子 对 鼻子 哦 鼻孔这里还弄出来啊 哈哈哈 有点像恐怖片 两个手从眼睛里边钻出来 前面那个叫香水小镇 名字很好 哦 对了 一讲过就想起一部电影 法国电影 叫做香水的 我还蛮喜欢这部电影的 觉得法国人 还是很会搞这种东西的 好精致这里设计的 哎呀 这个树也是长得很好看 我现在就对法国的树 特别有兴趣 都是奇形怪状的 很有意思这匹马 这也是毕加索风格 做成的雕塑 被旁边那个车 从后边 那个反观镜给撞了 现在看一下 他们这边遇到这种交通事故 是怎么处理的 我下去 完全装烂掉了 整个要换的 他在跟老板解释 现在我们溜倒回家 路上一路走走 其实还蛮舒服的 也没什么人 很好看的一路的建筑 太帅了 嗯 这家电的车 我感觉 还是这种很贵的车 刚才没有 真的 真是帅啊 价格都不标 好